就你一个人 干什么礼物啊 不要礼物 没礼物接三连就可以了呀 咱俩乖 快快快快进来 快 换拖鞋 尊贵的客人 好没什么拖鞋一双 该自己穿上啊 咱那儿好姐妹 那好姐妹来家里应该玩一些什么 走先去我书房 这里是一个那个栅栏啊 狗就在这片大的地方 过来 快 那门开了 甲状的那个80%都是我的 过于好好努力吧 我的房间是一个蝴蝶公主 市集上买的地毯 我的网上买的贴纸 好像我的 这个我养个猫猫 好像我们家养个小猫猫的 这个就是我的化妆间 自己的小工作室 快进来 其实我这个房间特别小 但是有很多东西 值个分傻 一入眼帘的就发现 纯白色的地毯 以前的时候不是都是黑色的地毯吗 现在我脸黑吗 他们就总说我的家不像一个美妆博主的家 像一个 我以前不都是有一个 电竞椅吗 是黑色的 后来才发现是椅子有问题 后来有电竞椅 很多人就对我的化妆间比较感兴趣啊 就说我有这么多彩妆 我们先从自己的手开始往内用 最上面那一层 基本就是拿不到 放了娃娃 展示什么的 这三个都是眼影牌 因为我觉得彩妆中间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眼影 单色眼影 放在这里 大一点的眼影牌 这个下面就是腮红类的产品了 还有好多好多新的 这个戏别的 不小心又给大家来了一个下跪 还是这样子吧 优雅大方一点 这个特别特别好用 可以抽奖送给大家 画出来的腮红 像那种脸上喷喷套出来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收纳也蛮好的 是这种小抽屉 看得特别清楚 大部份我的PR礼盒 我都有抽给大家 基本上每个月大概会抽两次 有福同享 有肉一起吃 这里呢 就是留下来的一些口红 我还有很多很多在仓库里面 这个是不远 情人节的时候送我的礼物 这套的PR礼盒我收到过两次 都送给大家了 没有想到我第一次拥有全套的 交来系列是柜宇送给我的 我的那种口红铺 都有画色号 不是特别有用 它这个在白纸上面的显色度 跟在嘴巴上区别还是蛮大的 粉饼 修容 高光 气淀 建议大家去买这种T状的 非常适合放产品 找东西的话也比较方便找 就是我所有的香水都在这里 大家一定会问 如果要给大家推荐一瓶香水 推荐哪一瓶 这瓶 过生日的时候 我朋友送给我 上面有我的照片 他选了一张 他觉得我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把它接住 这个味道我觉得是带着那种咖啡香的 有一天熬夜 早上你又不得不开始工作 你的同事拿了一杯 冰冰凉凉 清清爽爽的咖啡给你说 你状态不好 所以给你点了一杯咖啡 你喝吧 人间有真情的那种感觉 很清新 然后很特别 如果咱就是一个大姐姐感觉 成熟女人 那我就推荐这一瓶 霸道总裁 戴着金丝边眼镜 别人输由头是高质量男性 你输由头 就是姐姐爱你 上面摆出来的这些口红 都是那种比较短管一点 盆着放就比较好 放长一点的口红 我就会放在这个下面 竖着放会更好 我特别特别喜欢 上面别给我把色号标好了 我只爱了 觉得这个非常的人气话 有的时候我去免税店 或者是装十一的时候 我就会囤好多好多送给大家 今天你来咱家了 就是明日选 你喜欢什么 你拿走 此时啊 这样 不服系列 按照品内放的 化妆水 乳液 精华 面霜 防晒 我妹妹上大衣了 我准备给她送一套化妆品 全部到齐了之后 我再给她弄个礼盒 把它装起来 我真是个好姐姐 如果一定要推荐一个精华 给大家用的话 就是我之前 不是说我的脸 翻红很严重吗 这个是我用的最多的 五六瓶了 就是小秧卵 保湿力度也还可以 去红也还可以 如果一定要推荐一个防晒的话 我会推荐小精管 防晒力很好 冬天的时候用它 大财小用了 我感觉它是那种 30度的夏天的时候用的 最近一直用的面霜 都是Armani的 我感觉我皮肤 真的变好了好多 味道也很好 平价的话 就是这个面霜过敏 很严重的时候用的面霜 在评论里面问我 什么产品好不好用的话 我可以给出一点 我自己的香巴 也说不准的 这种东西 太主管了 这边就是我的美瞳 背的非常非常多的 我最近用的就是 博士伦的 脱氧量什么都还行 但是怀太大了 我之前的时候是475度 然后我现在面霜 575度了 就是姐妹们有没有475度的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把我那些没拆过的 日泡全都送给你 但是我觉得 杜树一样的朋友 应该挺难找的 这边就是我的粉底液 你们家最多的粉底液 就是这三瓶 如果你是那种 稍微有一点点容易起皮 但实际上你是一个油皮 这三款它是有粘性的 可以让你那些死皮巴住 有的时候我不是拍一些 比较夸张点的人造型 举个例子 Lolita的那一套 虽然我们录制品的时候 只穿了一套衣服 但实际上我大概会要买 六套衣服 有的时候后面拉不起来 有的时候前面显得肚子很胖 效果不是很好 好多好多都存在这边了 鲑鱼给我买的这个窗帘可好 十年前就有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 这里呢 就是我平常拍摄的地方啦 这一台相机呢 佳能EOS 我现在用的这一台相机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 是索尼的ZBE 基本上Vlog都用这一台 化妆视频的话 还是会用佳能多一点 一个手机支架 把它放在那个机架上 很好爱 很好 这次我最近的视力特别的差 眼睛的红血色很多 可能晚上睡得太晚了 然后度数一直在飙升 链的设备就用的会稍微少一点 我就买了两个很好用的东西 Kindle一个 人家在地铁上都在玩手机 发呆 而你同期一个Kindle 增加十点艺术感 让你看Kindle 本身就都编不下去了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的东西 我真的无语了 我跟你们说 我本来录这个视频 我写了这么多脚本 我都把它打印出来了 然后录的时候 脚本放在这边我都忘了 开头到现在直接一直freestyle 讲到现在 世界不毁灭 我的嘴巴不会停 实在有太多东西 想跟你们分享 这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 这个必须要开脚本 小米的这个打印机 它相对于那种公司的打印机来说 还是挺小的 可以无线连接 无敌了 直接用那个微信小程序连接就可以了 不用连电脑 打印速的很快 而且打得非常的清晰 它还可以复印扫描 我每次身份证就用这个扫描出来 还有就比如说谈一个那种大项目啊 合同可能要签的时候 那就需要一台打电机 家庭也能用 开那种工作室 我感觉这一台也能用上 很多人都问我这一台竖着的屏幕是干什么的 郭宇说让我看股票的 一列一列一列 可以看到好多只股票哦 谢谢郭宇 谢谢 虽然他应该知道我从来都不玩股票这东西 但是谢谢 观众技术器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天他就突然忘了 唱到这里也行吧 我是B站人 我自豪 音箱呢 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听音乐的女生 Music 这个应该是我从初中的时候开始的 有一次我撞到了我们学校的那个栏杆 把我的这个手撞通了 当时我就扶着我的手 就这么走上楼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相当直落 我的耳边就成了倚天屠龙机的那个BGM 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出降到耳机 但是我自己让这个世界降噪了 郭宇说我们家所有东西都要白色的嘛 然后他们的印象也是白色的 看B站就有立体环绕影 就跟现在一样啊 不知道你们印象好不好 有没有左右环绕音乐啊 这个小凳子其实是我买来自己做的 我真的觉得好好看 我觉得我做的里面真好啊 但是有一天我们家的狗坐上去了 我才发现哦 这原来是狗狗坐的小椅子 或者是小朋友坐的 王总要的这个手摆 我都收集全了 特别好看 这个是在哔哩哔哩 会员给我上买台了 大脸多 好啦 这里就是我的房间啦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看我这种 完全freestyle的 我每次录视频的时候 就感觉有一堆话想跟你们说 真正的把你们当成了 第一次来嘉宜的客人 当然了 如果你来我们家做客 来这个房间没有半个小时听 我的navita 你是抽不抽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期的话 点赞破8万 然后我们出一个我的衣帽间怎么样 我有好多包包衣服鞋子 可以给大家分享 我做博主快五年了 待的最最最长的地方呢 就是我的化妆间 我第一个视频在宿舍里面化妆 我们宿舍是两个不同的专业 他们去上课 宿舍里没人的时候 我就会录视频 后来就自己工作了嘛 也知道设计专业加班比较严重 下班是十点多左右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来着台登录的 为什么这么清晰 因为我有相机来 当时手头上没什么钱 没有什么打光的设备 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 很便宜的 两千多块钱 慢慢搬到杭州来 租了第一个loft 3700块钱好像是 30多瓶 一个人要了四只猫 没有工作室 床边上就是一台电脑 每次就在那个电脑上面建的 loft之后呢 郭宇就回国了 然后我跟郭宇就住在一起了 我们就有了一个自己的书房 两台电脑并连着 但是那个桌子 我记得有非常非常非常重的家圈 然后我当时开始过敏了 后来我们就搬家了 那个很富丽堂皇 大家都说像KTV的那个房子 客厅巨大 房间巨小 我们平常不太待在客厅 都是待在自己的房间 你们干自己的工作嘛 使用度不是很好 就搬到了现在的这个家 总感觉应该马上搬走 但是没有想到 在这个房子是做的最长的 我们搬站的时候是一个空的房间 没有电视 甚至没有灯 灯都是电线 没有冰箱 什么都没有 窗帘也没有 我们就把它当成了一个自己的房子 然后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们去添置的 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房子还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个房子 但是这里的房子这样不是很好 整个阳台玻璃碎了 然后两个月才能修好 还有很多踢脚线全部都垮开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房子是我和郭鱼 终于有一个自己的家了 我感觉这几年呢 我一直都在搬家 化妆间的格局也一直都在变化 但是我觉得每次来的这个化妆间 打开相机了之后 不变的是 我一直都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们说 对着镜头说话 是我最放纵的时候 最放肆 最整整做自己的时候 我还非常感谢我的这每一台相机 每次我换相机 这个设备变得更高清的时候 我就感觉你们度数变好了 想要看我看得更高清一点 打印机打出来的每一个脚本 我把它放在一起 我都感觉好像是在挤油一样的 从这么一点点薄 慢慢慢慢变成这么多 一年过后 我再看我打印机的纸 居然脚本会有这么这么这么长 我就感觉我今年做了好多好多事情 会有这种成就感 现在就要走了 觉得我很啰嗦是不是 你也想买这些东西 那我不得不跟你说个命码好姐妹 打折的是必须要告诉你 马上三八节活动 打开京东APP 许多新品等你挑选 部分电脑数码产品 美妆跨品有满减折扣 两类产品低至9.3折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对自己有帮助的数码产品 解锁更多新玩法一定要记得关注 原来可以这样整活活动 在京东搜索 保健扫好物推荐 可以直跳页面 冲呀 没经过任何语训 团子过来 咱给那个客人表演一个 团子上 上 拜拜 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星期没洗澡的 刚才有点脏了 她平常是这样子做的 平常是啥样的 好舒服了